二十啦 二十里卜 二十阿摩 二十三了三了三了 啊 二十啦 二十啦 二十三了三了三了 二十啦 二十啦 二十阿摩 二十三了三了三了 啊 让我们一起来 一起打蓝爱 爱情的温度 是内心的解读 让我们一起来 一起到来爱 爱上二的哭 爱上二的态度 还是你 二是a more 二是sad and sad and sad 二是love 二是liver 二是a more 二是sad and sad and sad 唱吧唱吧 跳吧跳吧 爱吧爱吧 让我们一起到来 唱吧唱吧 跳吧跳吧 爱吧爱吧 让我们一起到来 爱 结果就是 无论我怎么努力 一切一切都是徒劳 幸运的时刻就要到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六 韩总 从西天取经回来了 对对对 你这是 是 我我这个这个 求婚 好好好 好 我带你求婚去 不是 不是 来来来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跳舞吗 为什么 从小我就喜欢跳舞 这么多年来 只要我一进入梦乡 或者在我跳舞的时候 脑海里 都会出现同样一个画面 那就是我参加全国舞蹈大赛 和国际大赛 每次的大赛 我都能获得冠军 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 但我不知道我妈 为什么那么反对我跳舞 后来我知道了 原来我爸是一个舞蹈演员 你爸妈离婚了吗 嗯 所以我妈这么反对 她越反对 我越要跟她作对 想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从十岁开始 就开始做玩具 为什么 只有玩具 能让我的世界变得丰富 这还是你第一次 跟我提起你爸妈呢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过得好吗 我们别说这个行吗 容浩 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具 那你应该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玩具店 我没有钱 也没有合适的门面 那你爸妈妈 他们现在就 停 不说这个 跳舞 容浩 你就是心里有阴影 潘总 听说你出国渡进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 我 我 不管怎么样 咱们都算是朋友 你出国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跟我说 我生平最讨厌 不辞而别的人 我 我 装傻充愣是吧 我就想问问你 你在哪儿弄了一个风鸭子 你看把我们哥仨走 我 我 我 别的吧我就不想多说了 杀手换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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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说个我字 戴卫 那皮带放在桌上是干吗用的 好 不辣呀 你看这皮带都是真皮的 头都是甜的 挺疼的 我疼 我疼 都说出来俩字了 我要抽你 我看你到底能说出几个字 我疼死我 疼死我了 四个字 你也不傻 我这回真愁你 我看你到底说不说 我欠你们千里满花 潘多拉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不傻 你是在装傻 二十三 二十三 喂 罗翰 干什么 放手 放手 请我放手 罗翰 你把潘多拉弄哪儿去了 她现在是个病人 你不许伤害她 什么 莫处你说什么 她是个病人 我怎么没看出来她有病啊 我就救我 人在我这儿 带钱来领人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耍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怎么收拾你 我怎么自己的 我怎么收拾你 我怎么还收拾我 你ful 朗拉 你没事吧 你他们欺负我 你没事吧 莫崇 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 潘多拉什么时候 从国外回来的 你别管 我告诉你 你要再吓着他 你得照顾他一辈子 你们真会演戏啊 不去当演员真是亏了 罗翰 对不起 我不应该骗你 但是潘多拉 是为了送我去医院 所以出了车祸 脑子受了伤 你放心 他欠你的钱 我都会还给你的 莫崇 你就真的甘心被他骗啊 你以为我是为了这个 才把他请过来的 我是想为你讨个公道 你别说了 潘多拉是因为我 才受伤的 这一切你不会懂 你不可能明白 莫崇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你是真傻 他是假傻 他刚才还好好的 你一来又变傻了 他是在欺骗你 他糊弄你呢 够了 罗翰 不管他真傻假傻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跟你没关系 莫崇 他这样对你 我实在看不下去 我比你了解潘多拉 他是个好人 好个屁 一个好人 会让一个女人帮他还债吗 让你又当爹又当妈 照顾家 还替他打理公司 你看看你这段时间 憔悴了多少 你自己照上镜子 这是一个女人过的生活吗 你这么为了一个骗子 不值得 罗翰 我谢谢你 我真的谢谢你 我和潘多拉之间的情分 是你们不能理解的 你们现在看到我为潘多拉做了那么多 但是你们不明白 潘多拉以前为我做了多少 他做的一切 所以让我一生难忘 我是个穷人家的苦孩子 从小跟着妈妈摆地摊维持生活 过着吃了这顿就没下顿的日子 在我十八岁考上大学的那年 我妈妈去世了 我爸本来就是个不太靠谱的人 根本就不管我 是潘多拉不顾家人的反对 靠卖学 靠打工帮我读完了大学 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这份情是你们永远不会理解的 罗翰 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放过潘多拉行吗 我答应你的 我一定都会做到 真没想到 潘多拉这小子 还真做了件男人该做的事 翰子 我看你是没希望的 莫愁是摆了名的 活是潘多拉的人 死是潘多拉的鬼 那倒不一定 我刚才听莫愁这么一说 反而觉得有希望 希望 我们可没看到希望 只看到了是绝望 他们俩早已经是亲情了 就是兄妹关系 根本不可能发场为爱情 我没看错 莫愁绝对是一个 适合做媳妇的女人 真没想到 原来她身上藏了这么多秘密 真是个可怜的女人 你说我明明是为了她好 她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一千二 一千三 爸 你一大早又练上了 爸练的是轻功 爸 这是你做的爱情便当 太可爱 太好看了 谢谢你 爱死你了 应该了 应该了 慕容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爸 你无不无聊 你没事跟潘多拉抢什么功啊 我跟一个傻子抢什么功啊 我就试试她真傻还假傻 跟她抢功 你才傻呢 潘多拉 你帮我拿下 好 我要拍照 发朋友圈 跟我的姐妹们炫耀一下 闺女呢 我发现你最近 这脑袋好像进水了 脑袋也被驴踢了 被门挤了 什么意思啊 爸 你就是说我跟潘多拉 在一起久了 智商变低了呗 那你别说了 我女儿智商真不低 爸一说你就懂了 不愁 我不傻 他傻 来 拍 拍 爱心便当呀 超羡慕的 我还真看不出来 容浩那小子 还挺心灵手巧的呢 就是呀 上到了厅堂 下到了厨房 困难一个 你俩就是天造的一对 地旧的一伤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俩特合适 不是容浩作的 是潘多拉 潘多拉呀 不是我说呢 怎么那么难看呀 这个便当 对对对 你看就那俩小豆眼 弄得跟他一样一样的 我觉得可丑了 一点审美观念都没有 就是啊 这上面什么呀 两片黑里马虎的 水果都味了吧 都坏了都 你看那什么小端腿 小端手的 那比例 难以下口 对了 你怎么着呀 你要跟谁好呀 这潘多拉跟容浩 抓个就得了 你俩到底 吃还是不吃 吃 吃 莫愁 你真容易感动 这不就是 几块饼干和鸡蛋吗 这也算爱心便当 也太没有品味了吧 灰灰 开饭喽 真不好意思 董事长 你看 本来我是来给你打工 来伺候你的 没想到 还让你给我做饭 这成何几桶啊 没事 你第一次来到我家 当然应该我做菜给你吃了 从今以后就是 看你的喽 好 谢谢董事长 过去呀 就听人说 你们这小区 档次特别高 今天一看 哇塞 那真是高 在那儿泡着温泉 别提有多舒服了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不一样 所以呢 看看我给你准备的什么菜 苦瓜 苦瓜 苦菊 苦菜 都是我的最爱 吃 都是苦菜啊 那怎么吃啊 我呢 就真的是把你当姐妹 没有把你当保母 所以别看着我 你赶紧地吃吧 好吃的 好好好 好 行 那别 别加了 我自己来 有的妈呀 这也太苦了 董事长 这就是尽口的苦瓜 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苦瓜 苦菊 苦菜 对对 我的妈呀 我怎么看你吃得津津有味的 说实话 这比黄莲都苦 我敢给你保证啊 我要是把这苦瓜 苦菊 苦菜全吃了 我跟你说 我这胃口倒的 我半个月我都缓不过来 这这这这 你可胃那么重啊 放那么多盐 不是 我放的是糖 谁让你擅自 在我菜里面放糖啊 不是 要是太苦了 真吃不下去 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 我最恨的就是糖 神经病就是一朵苦菜花 说谁的 我没说什么 我就是说这菜 特别地好吃 那是我的狠三样 每天都吃 吃了二十年 洗点 好的 董事长 变态 别害怕 我今儿不是来找你要债的 我是来给你送午饭的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叫 爱心便当 你看你现在都几点了 还不吃饭 这样对身体不好 你什么意思啊 你懂得 对不起啊 潘多拉的事 我不应该隐瞒你 看来你还是不懂得 现在别说这个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把爱心便当吃了 这样你才有力气 挣钱还给我 我看着你吃我做的 爱心便当 好 来 霓珊 请用餐 每分钟经过店铺门口的行人 是三十五个 你这是在搞人口普查 你看看 这你就不懂了吧 想开玩具店 一定要对经过店铺门口的行人 做仔仔细细地检查 你看 经过三天的时间 我做出了一个平均值 每天在这个点 每分钟的行人是三十五个 证明这个地段的人流量 还是不错的 其中包括六个孩子 十二个老人 五个妈妈 五个年轻男子 还有六个青年人走过 对了 其中还有一个不男不女的 那又说明什么呀 说明啊 这六个孩子 将成为你最坚持的买家 就是铁杆粉 你懂吗 这十二个老人 也是你的潜在顾客 谁没个孙子孙女呢 他们也要给孩子买点东西 你说是不是 还有五个妈妈 和五个中年男子 和老人们一样 他们也将成为你的 第三梯队买家 这六个年轻人 和那个不男不女的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你看看 三十五个人中 就有二十八个买家 你说在这儿开玩具店 你挣不挣 不发财怪呢 你干不干 干 我估算了一下 连门店带存货 估计得十万 这笔钱我还是有的 看不出你还挺有钱的嘛 这几年攒下来的 全部嫁到 好了 这就是你的玩具店 进去看看吧 怎么样 我选的地方还不错吧 虽然小了点 但这性价比特别高 谢谢你 因为有了你啊 我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是 是 是 我都快记不起自己的梦想了 我想起来了容浩 我的梦想是 赶紧卸下身上所有的包袱 然后租一个房子 跟我最爱的人 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我的房子一定要租在海边 然后养上两条小狗 然后每天跟我心爱的人 一块去海边吃烧烤 晒太阳 然后穿上漂亮的沙滩的裙子 还有沙滩短裤 一块去跑步 然后还要叫上我爸爸 还有 不是 如果你看我 怎么说起我自己来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在这个地方 摆上一排机器人 特别酷炫 还有 还有在这儿 我要放一柜子的模型玩具 还有这 我们到时候把它围起来 跟小朋友们在这儿做游戏 怎么样 还有这边墙 我已经设计好了 我要把它全部都彩绘 然后画上太阳 月亮 星星 还有彩虹 到时候啊 要加上我们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木马 我们就把它摆在这里 然后还有还有 还有 还有你也要过来 帮我卖玩具啊 那必须的 还要交上一鸣和我爸爸 一起来帮你卖玩具 我太感动了 那为了坚守我的感动 请我吃个冰激凌呗 没问题 走 董事长 出去遛流弯吧 你说是你啊 老在这儿守着这电脑 这样对眼睛不好 你不是网恋了吧 你才网恋呢 我说你这个人奇不奇怪啊 什么话到你嘴巴里头 怎么变得这么难听啊 我 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是在嫌我儿子 你不是孤刮老人吗 哪儿来的儿子啊 没 不是 不是这意思啊 你才孤刮老人呢 我有儿子 我有老公 老公死了 妈呀 那对不起啊 节哀 节哀 那你儿子现在在哪儿啊 她在国外留学 她呢 就不喜欢我 一天我要打扰她 所以我们已经很久 都没有联系了 我呢 就每天坐在电脑面前 等啊等啊等的 这已经成了习惯了 如果哪一天 我没有开电脑等她的消息 我就全身不舒服 你知道吗 是这样啊 怪不得你老守着电脑了 你看吧 这个人跟人的处事方法 就是不一样 要是换做我的话 我就不会这样做 那你会怎么做呢 要么我就去找她 去国外看她 要么就让她回来看我 你说是你 整天守着个电脑 等啊等啊的 手足带兔 自己折磨自己 没有啊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好像打坐一样 心平气和 什么打坐呀 让我说呀 你那就练得是乌龟功 放肆 你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伤害我 不是 您别生气啊 其实呢 我就是 把一件事情 为了表达得更详细 我就是爱打一个比喻 比如说 我把自己 比喻成花谷底 非来非去 我觉得 这就是幸福的人生 你要向我学着点 人高兴是一天 那么高兴也是一天 为什么要不高兴呢 你是看看你 练的什么功啊 还练乌龟功 你的人生多悲催啊 你有没有想过 蝴蝶能活多久 乌龟又能活多久 用你的脑子 好好地想一想 你自然明白了 好好好 董事长 行了行了 跟你商量个事行吗 您说吧 可不可以把你的孙子 过去给我 条件任你开 这请你吃个饭不容易啊 总得三顾茅庐 你这是比诸葛亮还亮啊 我是真的很忙 你看看琳达 最近给我安排的时间表 满满的 从中午到晚上 全是饭局 是不是啊 琳达 是啊 你看我们正时候都忙不过来 哪有这个闲工夫啊 那私人时间呢 总得挤住点吧 私人 对了 荣浩 最近她开了一家玩具店 她没亲没故的 我得去帮她打理打理 你什么意思啊 喜欢人家 瞎说什么呢 你这手艺不错嘛 亲手制作的陶艺 不错 行了 你帮荣浩 我帮你 我今天呢 约了几个亿万富豪 你知道做我们这一行 不认识几个亿万富豪 怎么把公司做上去啊 我好不容易约上他们 今天组了一个吃吃团 就是借着名义啊 大家聚个会 在吃吃喝喝中 把这生意给做了 林大央的是这个吧 怎么样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 你说什么 让我陪吃 我也去陪吃啊 你都去了 还让我去干吗呀 你也不怕我抢你生意啊 咱们这叫互惠互利嘛 再说了 这几个富豪中间 有男有女 咱们也是有男有女 俗话说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嘛 你千万别把这事想歪了啊 就这么说定了啊 下班后我来接你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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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丑 谢谢你亲手为我做的礼物 我非常喜欢 我一定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 天天看着她进入梦乡 再见 容浩 有事吗 你怎么还跟这混蛋搅在一起 你想什么呢 她是来给我们介绍生意的 她没别的意思啊 你少跟她在一起 这个人她呢 人都是在变的 你别总用老眼光看人 我没事了 怎么跟个孩子一样 我就是个小孩 我个人觉得 容浩是个色狼 千万不能去 去 一定得去 关门庇护哪能有什么生意啊 现在 你跟人家正儿八经地谈生意 人家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很难办的 我们要多交朋友 这样生意会源源不断地来找你 去 咱们必须去 而且呀 还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 那你就不怕被骚扰啊 骚扰 我带上你啊 带上我 天天啊 带上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主要是保护你 给你当保镖 淡定 淡定 来 王总 我带你 我带你 我带我带你 你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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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吃点 为什麽要少吃啊 吃就要吃 四眼吃过压力这么大 不是吃哪来动力啊 对了 你看 这布庄 大家才能一起愉快地玩爽 你看人家莫总啊 活得多帅真啊 想吃就吃 不像你们这些女孩啊 还要什麽减肥什么的 减肥可是女人 一辈子的事业啊 哪像她啊 吃什麽都不胖 服了她了 那你减肥吧 谢谢啊 陆汉啊 谢谢你把大家聚在一起啊 今天我很高兴啊 我找到了很多 以往没有的东西啊 你就是说 青春 友情 我希望咱们以后 把这个活动啊 继续发音光大下去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啊 感谢李总 为我们美女吃吃团买单 所以呢 我跟莫朝 敬李总一杯 好 我不行了 我要再喝 我男女我都分不清了 算了算了 人家都醉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再让人家喝 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 太没有人性了 李总啊 你什麽时候 变得这么怜香惜玉了 王总啊 你是不知道 李总只要在有异性面前的时候 就会变得特别有生气风度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 男人呢 奋斗一生是为了女人的 那么 如果男人不能在女人面前 展现自己的话 那我认为 这个男人的世界里 是没有色彩的 高论 高论啊 说得对 这个男人和女人啊 本来就是有区别的 这个男人啊 作为一个社会型的动物 他除了要在家人面前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还要努力地争取一个 社会型的角色 像我们莫总啊 他是具备了男人的优点 和女人的优点 这才是人中之极品哪 是吧 那 好了 今天轮到咱们抱抱团的 最后一个环节了 就是抓揪 配对 拥抱 不是痴痴团吗 咱没人抱抱团啊 这个是 对外是痴痴团 对内是抱抱团 这是什么掌场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看我跟她说过了 她忘了 没事 没事 咱们今天正好是女少男多 咱们就抓揪拥抱 好吧 抓揪拥抱 还抓什么揪呀 我们揪按照座位这么配对嘛 来 站起来 大家拥抱吧 莫愁罗翰 你们一队愣着干吗 出来拥抱啊 那个莫愁她不太习惯 不好意思 莫愁站起来 准备拥抱了 我不知道有这个章章 那个抱抱团呢就是 我们每次聚会 就是结束以拥抱来结束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嘛 那个拥抱能够促进大家的感情 这个不抱呢 就说明心里有鬼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不行 我不习惯 什么习惯不习惯的啊 罗翰 你是男的 你得主动啊 对对对 我们来听听话 大家请我口令啊 一 二 三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干什么的 住手 谁啊 不是 荣昊 你在这儿想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想揍你 荣昊 荣昊 你的包 走 这 这怎么 大家别误会 一点小差距 你们先抱着 我马上回来了 马上回来了 快点啊 荣昊 你放开我 你干吗呀 你拉腾我了 我们在谈正事 你放开我 正事 罗翰把你给卖了 你不知道 我们真的在谈正事 什么正事能让你在这里 当三陪女 你说什么呢 莫愁 你没事吧 荣昊 你别太过分啊 我知道你想帮莫愁 但是不是这个方法 你以为你一天到晚 缠着他就能帮他吗 你给我闭嘴 来 看来跟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 是没什么共同语言的 莫愁 我们走 他们还等着我们呢 陆宇总 荣昊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这是工作 不是小孩过家家 你的工作是陪小孩玩 莫愁的工作是陪成年人玩 你如果不能接受 就回到你的童话世界去 来 荣昊 你干什么呀你 荣昊 你没事吧 荣昊 你怎么永远长不大呢 我跟你说了这是工作 你怎么能打人呢 我打人怎么了 你心疼啊 你做这些 这些不就为了赚钱还债吗 不就是为了钱吗 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要钱 我给你 这张卡里的钱足够你还债了 一百块 一百块 不是一百 还有这么多零呢 一百万 请取回您的盘 我怎么办啊 我还没见到过这么多钱呢 你 我是你偷来的 你怎么老帮着外人啊你 我这不是帮着外人 我这是在帮着好人 我就不忍心 再看你这么折磨莫愁 现在不是谁折磨谁的问题好吗 你要真把一鸣送走 那我就去死 我让你也没儿子 好好的一个家如今变成这样 怪谁呀 那还不是因为你 行行 怪我好不好 我是罪人 我胜不胜我却死行不行啊我 潘多拉 你是我亲儿子吗 为什么你就不理解一下 你妈的心哪 那说好听了那叫助理 说不好听了那就是高级保姆 知道吗 那也是高级保姆 一个月一万还先不够啊 再高级的保姆 在主人眼里 那也就是一条狗 知道吗 说实话 我就是现在给她做保姆做到死 我也什么给你留不下 儿子 人家朱一翠说了 如果把一鸣过继给她的话 她死了以后 她的一半财产就是你儿子的 一半财产是什么概念呀 那就是你十辈子也挣不完的钱 我不是给你吹的 你去人家厕所看看 人家擦屁股的纸纳 都是镶金边的 你能给一鸣 还是我能给一鸣这样的生活 你妈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你儿子 莫超回来了 累了吧 阿姨 这是要干吗呀 收拾行李干吗 上哪儿去啊 忘跟你说了 我呀带一鸣去追翠家住 不行 这怎么能行啊 多麻烦别人啊 不麻烦 这不是我要求的 是她提出来的 她因为喜欢一鸣 所以呢 就想认一鸣为干孙子 她说了到她家住以后 包吃包住包玩具 你看省了你们多少事 不行我不同意 一鸣是潘多拉的儿子 你怎么着也得经过她的允许吧 什么潘多拉不潘多拉呀 潘多拉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她怎么照顾一鸣啊 你工作也这么忙 你看我不是在她家当管家吗 这样子不是连一鸣 就一块照顾了吗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你不能带她走 你脑子真是一根筋呀 这么好的事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再说了 她是我孙子还是你孙子 这一点你怎么搞不清楚呢 阿姨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这叫卖孙求荣 谁卖孙求荣啊 我这都是为了一鸣好 你知道什么呀 人家朱一翠说了 将来她死了以后 会给一鸣你一半财产 你给得了吗 你要给不了 你就别在这儿下管结账 阿姨你这样教育孩子 是在误导孩子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我才不后悔呢 再说这是我们潘家的事 除非你现在嫁给潘多拉了 否则你别在这儿说三道四的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你这样做对得起潘多拉吗 家人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才是一鸣所需要的 这些朱一翠给得了吗 你这是在拆散这个家 今天晚上 我就是不能让你带一鸣走 这个事我管定了 怎么是我拆散了这个家 是你们才是一步一步 毁了这个家 毁了潘多拉 现在又要想毁潘一鸣 你们真讨厌呀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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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么跟大人说话 刚才阿姨生气 是因为你奶奶 要把你带到 猪奶奶家去住 阿姨别生气 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奶奶 奶奶别把我给卖掉 奶奶的宝贝 奶奶怎么能卖你呢 一鸣 妈妈带你睡觉去 好 好 多大事啊就哭 越来越不像那男人了 你不答应朱老太 要把一鸣送过去吗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这个朱玉翠啊 是因为太思念她的儿子了 她的感情就是 向一鸣身上转移一下 真的把一鸣给她了 她也就当个宠物一样养着 春天来了 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高高兴兴地往家走 突然 在一个高低不平的林荫小道旁 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土堆旁 我看见了一处处迎春花 她好像在说春天来了 明明 你马上上小学了 妈妈就不能陪你睡觉了 你不陪我睡觉 难道要陪别人睡觉 谁呀 爸爸 我也不陪 那你继续陪我睡觉 为什么呀 因为我比爸爸聪明 明明 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宝贝 好 妈妈以后还陪你睡 嗯 请一下 董事长 吃药了 我没事 我好得很 你看 还嘴硬是吧 不过你真的得向我学习一下 你看我 想唱就唱 想笑就笑 想跳就跳 心里根本不藏事 你看你 不过这种境界 也不是一般人能修炼到的 你慢慢学吧 那是你 我学不了 你不学你怎么知道你学不了呢 你不学你怎么知道你学不了呢 好 而且还编造谎话说了什么 腿摔伤了 你的腿在伤 对对对 我的腿摔伤了 我的腿摔瘸了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不是就看你想儿子想得太苦了吗 一天连饭都不吃都生病了 所以我就灵机一动 就做了这样的事 这不都是为了你 第一次呢 就在我苦瓜里面放糖 再一次呢就 说我是乌龟 这一次又动我的电脑 所以你有心理准备 我会扣你三千块 这么多呀 一个月挣一万 这一下三千就没有了 能不能商量一下 没得商量 董事长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就算前两条是我错了 什么给苦夸礼加糖啊 还有说你是乌龟啊 那这一回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我跟我儿子的事 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再说了 凭什么你在我QQ里叫我儿子呢 这你还不明白 我这不是以你的口气给他发吗 你什么理解能力啊 不行 我儿子只我能叫 任何人都不能叫 那不对啊 你不还把我孙子一名 不也叫孙子呢吗 你能叫的我就叫不得 你叫你叫 你喊随便你 可是记着 这两天准备一些 所有好吃的好喝的 因为说不定哪一天 我儿子就回来了 还有 如果说表现得好的话呢 就少扣你一千吧 来 董事长 这些小事就不用您操心了啊 不瞒您说 我连憋炮都准备好了 董事长 有事没事的 千万别忘了啊 练一练那个瘸腿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给你教的 别别别别别 耶 爱了就爱了 一切是那么简单 一切是那么简单 散了就散了 也没有那么孤单 每次无需打探 相爱无需缠绵 轻轻松松过每一天 都说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其实那是没有丢失的纯真 其实那是没有丢失的纯真 美丽的本女人 本女人 爱就爱到一往情深 都说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都说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但有那个女人不傻不天真 美丽的本女人 本女人 不会当初对你的真 爱了就爱了 爱了就爱了 一切是那么简单 散了就散了 也没有那么孤单 每次无需打探 相爱无需缠绵 轻轻松松过每一天 都说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其实那是没有丢失的纯真 美丽的本女人 美丽的本女人 本女人 千千加班 都说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但有那个女人不傻不天真 美丽的本女人 本女人 只愿保留彼此的圈 所以我也 derechos 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是美丽的本女人 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Zither Harp